今天我們來到荔枝文山 這是好景商場位置是Highway 7和Bayville 有一間新的越南餐館開了叫做錦麗 我們就進去試一試它的菜式 因為今天是Saw Fulkening 大家好 Easyasy 今天又是你 吃越南餐 剛才說了新開張 今天是他們Saw Fulkening 店舖的名稱叫做錦麗 我們進來店裏面之後 發現他們的裝修是幾一般 都是舒服的光亮的 樓底方面是正常高的樓底 雖然是這樣 但也不會覺得很局促 店的面積比較小 我輕輕數過 它大概可以坐到50人左右 牆上高我都看到有少少的裝飾 包括了一個懷舊的收音機 和一個懷舊的熱水壺 都是覺得挺懷舊的 剛才所說了 它地方不是十分太大 但也是坐得舒適 另外呢 我看它的菜單方面 都是簡單一點的 真的很簡單 因為都好像沒有特別多款式 給我們選擇 會不會是因為它Saw Fulkening的關係 暫時不清楚了 另外呢 我也是看見它的菜單方面 也有介紹過 也都上網看過它的歷史 它就說在胡志明市那裡 開始的這間餐廳 到現在呢 數數手指都有五十多年的歷史 因為它是1970年開始的 我剛才都問了一遍 那個士英姐姐 因為我都見到 說在香港 都有同名的越南餐廳 那我說 會不會是跟香港 同一個集團呢 那它就說 以它所知就不是 我們下了訂單 等吃的時候 都跟大家聊聊聊 聊聊聊之餘 就做些準備功夫先 指定動作 指定了醬 除了擠定的醬 我又想跟大家講講 它們每一張桌子的設定 也都好像一些傳統 食越南餐廳的地方 又是有些匙巾 筷子等等 擺在這裡 醬料方面 我覺得比較簡單 除了剛才我們用了的甜醬 還有那個 是奶茶醬之外 只有一張寫著是沙爹的 就是這樣 就沒有什麼蒜頭 或者辣椒等等 沒有多餘的東西 跟一般我們去一些唐人店主的 越南餐廳一樣 就是比較簡單的前菜 這不是前菜 這叫配菜 就包括了有芽菜仔 還有青檸 還有這個應該九層塔 這個是不是只有一個俄帝呢 這個比較短一點 好像不是 我攝影師老公另頭 那可能不是 如果一般如果真的是 越南 因為我們最近都吃了很多 就是越南粉 如果是一般 就是越南朋友去run的餐廳的話 他這一類的配菜 就特別多些 特別是最近我們吃過一間 就是肥恩府 他亦都給了一些 紫椰菜 香蕉花等等 我就覺得到為豐富一些 講多一點 就跟餐牌 剛才說了 很簡約 就是比較 不是那麼多的款式 比我們選擇 最主要都是吃越南粉 而且 由於他今天開張的關係 就是了 所以有些喇沙湯底 或者冬飲公湯底 都暫時沒有 只是最有basic 而且我喜歡它 可以叫做combo 因為有包含粉 和前菜 給我們選擇 所以我們就叫做combo 至於combo的組合 就很簡單 剛才跟大家介紹了 另外如果我們下 order 是怎樣呢 首先 Step 1 就選擇我們喜歡的湯底 然後是Step 2 選擇我們喜歡的前菜 至於選擇完湯底 和前菜之後 會不會發現 到底有什麼菜 剛才師兄哥哥告訴我們 有幾款可以選擇 其中一個就是Signature 裡面好像集合了他們 很多東西都有 所以我選擇了這個 combo的前菜到了 剛才一放下 我試鏡師老公說 都蠻的色 這個是魚露雞翼 在餐牌上高 他就寫2 pieces 是對的 他的確是2 pieces 但看回 原來它是雞串翼 將它斬開了 它變了兩件 顏色方面 它也是挺深色的 而這個深色我是接受 我是喜歡吃雞粥翼多些 上高你不知道 會不會是 蒜片 應該是 因為它寫著 有沒有寫著 是with garlic 看到就看不到 但看上去就好像 看上去就好像 嗯 好香喔 好燙 是炸蒜米 剛才在那裡 這個醬汁都蠻好吃 相當熱 雖然這個顏色很深 但是呢 我自己的標準又不會覺得太鹹 味道是好的 野味 但是魚露味 我又不會覺得它很濃 反正是一些 一些醬汁的味 都相當好吃 是一點都不辣的 因為是魚露 所以是不應該辣 但是魚露味 我又不是覺得很濃 很濃 我們的combo就來了 這個是那個主角 就是牛肉粉 裡面是包括了牛仔 牛丸 牛筋 還有還有 是什麼呢 看看先 牛腩 應該 首先看看湯色 其實鏡頭背後 我都喝了 我覺得很清甜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色水 大家看到有些黑色的一粒一粒 應該是胡椒來的 黑胡椒 因為我看到它有一個醬汁 都灑在上面 大家看看湯色都很清澈 還有我在網上看 他們的牛肉湯是很清甜 而清甜的味道是來自於蔬菜 剛才我的攝影師老公問我 會不會是來自於蘿蔔 我又喝得不是很透徹 可能是紅蘿蔔也未定 白蘿蔔就 不知道了 反正就是好吃 很清甜 還有我覺得很有牛肉味 至於粉 應該就是乾粉 通常我跟攝影師老公 是香港來的朋友 比較喜歡吃濕粉 就是fresh noodles 通常這裡 如果是越南人主理的話 一般都是乾粉 試完完美的湯 就要加一些 我們很喜歡的青檸 因為拿青檸是不一樣的 味道完全是可以提升 還有還有九層塔 九層塔也是 要來到才放 因為不會說 吵吵吵吵 還有這個 我始終覺得應該是臥底 但我攝影師老公的另頭 只不過它是比較短身 我認得它的樣子就好像是 這個樣子應該是它 通常芽菜我們就不會放的 因為我們喜歡吃熟芽菜 多一點 試完牛肉 看上去就不是十分之太嫩滑那種 但應該都ok 因為通常薄薄的應該都 鞋極有限 ok 但都相當之有肉味 發覺 無論牛肉或者湯都 很重肉味 牛肉丸都很彈 牛筋 這個牛筋很軟 很軟滑 它不是爽 那種 可能這個比較硬 爽 爽 也不一定 很軟滑 剛才我試了牛肉 現在試了牛筋 牛筋 不是牛筋 是牛腩 很軟滑 是軟的 而有咬口 整個粉都是滿意的 你說它不是很特別 我之前說是一個合格的牛肉粉 都蠻好吃 湯真的很美味 讓我找到一件很大的牛腩 好像只有一件 對 由於錦麗是新開張關係 由今天開始 直到1月11日 它們有九折優惠 暫時來講 只可以接細每現金付款 另外我剛才說了 那個菜單很簡單 的確應該簡單 因為我看錦麗的名字 在牆上寫著 就是叫做錦麗生熟牛腩軟粉 即是吃粉為主 所以都沒有特別多的產品 除此之外 剛才我們打算叫多一款來試 打算叫不同的湯底 其實剛才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都打算叫辣沙維里東金工 但就因為SoFopen的關係 暫時沒有了 只是一個最基本的牛肉湯底 所以都蠻失望的 但都不要緊 打算叫沙律 我們最喜歡吃的沙律 因為去到四月南餐廳 即是四月南餐廳 沙律也是欠奉的 唯一是有什麼呢 就是春卷 粉 和炸雲吞 就是這麼多 一進來的時候 都和大家分享了 這間餐廳的大小 比較是屬於細型的 剛才我們進來坐的時候 時影姐姐打算讓我們坐二人位 相當之細 所以我們就說 不如坐四人桌 即是我們現在坐的地方 如果四人桌 兩個人坐 是很舒服 很鬆道的 但如果真的坐滿四個人 的話 嗯 就值得有點相確 哎呀 剛才我數漏了 它有限的款式 還有一樣東西是有的 就是雞翼 剛剛說你吃了 但幾快就忘記了 還有我們剛才看 它另外的餐牌 另外一邊 就說冬蔭公 或者垃圾湯底 是有些海鮮的 應該都沒有的 今天好像問了 都說沒有 所以就 很有限的款式 網友們看看你們 會不會有興趣來試 剛才我都問了 時影姐姐 如果這麼有限的款式 那什麼時候才有 垃圾湯底 或者冬蔭公湯底 她就說要等 Grand Opening Grand Opening 什麼時候呢 就是1月12號 即九節之後 就是Grand Opening 到時看看我們 會不會還有時間來試試 雖然沒有垃圾和冬蔭公湯底 是相當之失望的 但也想吃多些款式的 越南粉給大家介紹 所以另外叫了一個combo 就是這個 筋的小食 春卷 它這些combo 筋的小食 都是small size 它已經說明了 首先說一下 春卷 先形容一下 如果我現在不是坐在越南餐廳的話 都不覺得這個 是在吃一個越南春卷 這個春卷皮 擺明是一些 港式的春卷皮 而且是相當之幼的 很低色很精緻 唯一給我感覺 是在吃越南式的春卷 就是這個魚露 看上去乾乾的 都應該不是太油 不單止外形像香港式 我覺得餡也很像香港式 好像很多芋蓉一樣 豬肉是有的 但好像吃下去的芋蓉多於一切 另外這個combo 我們叫做生牛肉牛腩 忘記分享 剛才我們吃第一個combo的湯 我覺得有空間可以熱一點 這個真的不知道會不會 為什麼會突然令我想起 因為有生牛肉的關係 如果湯不夠熱的話 就滾不熟了 至於這個粉 這裡是一種粉 又或者是如果想加上 即是再加的話 可以加公仔麵 我剛才沒有問他有沒有公仔麵 因為反正我們 就喜歡吃越南粉 湯底和剛才那個也是一樣的 都是清的 試試有熱度 剛才第一個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一般 這個也是一般的熱 雖然它噴了 但還有空間可以熱一點 但我很欣賞它的湯 真的很好喝 既然它湯底都是一樣的 粉也是一樣的 其實都沒什麼特別可以說 因為剛才吃了 這個粉也是很滑的 即是如果它是乾粉 我都覺得它的Quality是不錯的 至於生牛肉 剛才就已經浸了下去 變了熟牛肉 這個 這個應該都是牛腩的 其中 有些是片了 有些是一大件的 是不是呢 我都很懷疑這個是牛肉還是牛腩 湯我真的覺得它不太夠熱 因為浸完之後 那些牛肉 都是比較粉紅粉紅的 這個真的是牛肉 剛才給大家看 這一件就是牛腩 只要牛腩方面 除了是一塊一塊 一塊 slice之外 還有一件一件的 剛才我吃第一個的時候 吃了一件的大牛腩 就像這個這樣 即是比較韌一點 即還有空間可以軟一點 食物就吃完了 剛才我的攝影師老公就說 如果想吃越南粉的話 就可以來試一下 如果想吃越南餐的話 就未必滿足得到你了 但是我呢 就有一點不同意 即使我想吃越南粉也好 都覺得未必會來 原因是外面有很多的越南餐廳 就是我講的多倫多的事 就是多倫多的地區 有很多的越南餐廳 越南粉的種類 我覺得比這裏更多 它本身呢 有那個喇沙或冬蔭公 都是一個賣點來的 很可惜 因為它們現在是Soft Opener的關係 暫時未能供應 如果網友們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現在來試 還是真的等它Grant Opener的時候 叫做較為多一點種類來試一下 剛才有機會和士英姐姐聊天的時候 它就說因為這段期間是Soft Opener 希望可以接收到多些股客的意見 讓它們可以加以改善 在這裏呢 我也想講一點點的意見 希望它們會聽得懂 或者聽得懂 我就覺得湯是真的不夠熱 越南粉的湯真的是靈魂來的 味道是相當之好 但不夠熱就已經扣了大部分的分數 加上剛才都展示了在大家網友眼前 就是我們那些生牛肉 熟了之後都是粉紅粉紅色的 都好像差一點差一點 所以那個溫度方面 另外呢 又奇怪的 給我一個驚喜是什麼呢 就是它們的醬 剛才我跟大家講了 它們的醬汁已經是比較少 唯一一個就是沙爹醬 真的覺得挺好吃的 不知是否他們in house自己做呢 花生是有 而且沙爹味都挺香的 另外剛才登春卷的魚露 攝影師來問 你覺得魚露怎樣 我也覺得魚露挺好吃的 雖然春卷是差一點 因為攝影師來說 即使我們去飲茶的炸春卷 都比它這裡好吃的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那個menu menu上我找不到任何的中文字 除了menu的頭版寫著 錦麗這個名字 之外就說 是越南胡志明是 最好吃的越南粉 裡面 就是menu裡面 那些形容詞 或者那些材料的名稱 都是沒有中文的 只有英文而已 另外還有他們的侍應哥哥姐姐 都是越南人來的 用英文溝通OK的 今餐我們吃了$37.63 有九折優惠至1月11日 網友們 如果我們知道錦麗新開張 soft opening 是沒有那麼多東西給我們選擇的話 我都會等到它1月12日正式開張的時候 都會來吃的 我不知道你們的決定是怎樣 希望你們喜歡我們今天的介紹的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希望可以 雖然可以讓你們多點朋友見得到 也都知道 那你已經開張了 來試一下他們的出品 喜歡我們這條短片的話 就希望你們可以給我們多點like 除了share出去之外 也可以鼓勵我們繼續發掘多點多倫多的美食 讓大家知道的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